大家好,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,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,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,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,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。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,养老方式越来越多元化,老人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养儿防老方式,而是开发出更多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养老方式。 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,老人们对晚年生活的舒适度也有了更高的要求,以前的老人养老是活着就好,如今的老人养老是要活得更好。 那么,就有三种新型的养老方式正在兴起,晚年不顾保姆,也不用去养老院,更不需要麻烦子女,值得所有退休人借鉴,赶紧看看这三种养老方式吧。 1. 合租抱团养老 儿女们都在为各自的生活奔忙,不可能全天候地陪伴年迈的父母,于是,合租抱团养老的方式就开始盛行。 一些关系很好的老年朋友,他们相约着住到了一起,大家每天同吃同住,这样老人们就不会感到孤独和寂寞。 因为大家都是同龄人,所以就有着聊不完的话题,不仅解决了老年人害怕孤独的心理,还能够在自己生病时得到同住室友们的帮助。 65岁的龚大爷说,自从他在朋友的邀约下,参加了朋友们共同组织的合租抱团养老之后,日子就越过越顺畅,再也没有为自己养老的问题而发愁。 龚大爷在参加合租抱团养老之前,一直独自一人过着日子,丧偶的他,每月退休金只有三千多块,无礼支付雇保姆和养老院的费用。 自从龚大爷参加了合租抱团养老之后,就再也不用强撑着无力的身体,洗衣服做饭,他只需要和室友们平摊费用就行,不仅减轻了身体的劳累,还少操了很多的心。 老人们租的房子,每月需要交三千块钱的房租,每人平摊五百块钱,加上伙食费和其他杂费,每位老人每月只需开销两千块钱,就足足有余。 龚大爷自从参加了抱团养老之后,就将自己的房子租了出去,每个月都能收到两千块钱的租金,足够支付抱团养老的费用。 龚大爷说,自从自己参加了抱团养老之后,就感觉自己掉进了福窝里,如今他再也不需要劳心费力的做事,和朋友们住在一起,再也不会感到孤单。 2.与儿女保持一碗汤的距离 有一些老年人,他们既不愿意顾保姆照顾自己,也不愿意去养老院。 他们觉得,顾保姆养老和住养老院养老,即浪费钱,还未必能够享受到该有的服务。 有些老人会选择离儿女不太远的地方居住,和儿女永远保持一碗汤的距离,这样既不会打扰到儿女的生活,万一自己有些不好的状况,就能够及时地向儿女求助。 80岁的柯大爷和73岁的林奶奶老两口,他们就选择了和儿子保持一碗汤距离的养老方式,将自己的晚年生活安排得非常好。 老两口前段时间将自己的房子卖了,在儿子对门买了一套二手房,对门因为要回老家照顾得了重病的父母,所以急于将房子出售。 房子里面什么都是现成的,老两口将房子简单收拾了一下,就很快入住了。 和儿子住对门最大的好处就在于,老两口再也不需要出门买菜,反正儿子每天都要买菜,顺带着就把老两口的菜给买了。 老两口也不会让儿子吃亏,他们每次都将菜钱如数交给儿子,并且只多不少。 逢年过节的时候更是热闹,儿子和儿媳做了一大桌子的菜,只需在门口扯着嗓子叫一声,老两口很快就能过去吃饭。 这要是放在以前,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。 以前逢年过节的时候,儿子需要开车将老两口接去接回,老两口觉得太麻烦儿子,总是谢绝儿子和儿媳的邀请。 如今,家里天天都是热热闹闹的,儿子和儿媳家里做了啥好吃的,就会给老两口端过来一份,让他们细细品尝。 老两口心情大好,就总是给儿子和儿媳塞钱,他们认为反正自己有儿子做依靠,就没再像从前那样资助比较,对儿子以下三口花钱也比以前大方多了。 至此,三代人的关系越来越好,老两口整天都乐呵呵的,心里别提有多美了。 三,再婚型养老。 既然是再婚型养老,顾名思义就是为了养老而各取所需。 一般男性老人再婚,大多是希望找个能够照顾自己,伺候自己到中老的女性。 女性老人再婚,大多是希望给自己找个依靠,希望二婚老伴能够给自己提供衣食无忧的生活。 76岁的马大爷,他就找了比自己小20岁的丁阿姨再婚。 马大爷觉得丁阿姨既然比自己小20岁,他就一定比自己活得长,就可以照顾自己到百年。 丁阿姨觉得,马大爷每个月有5000块钱的退休金,足够两个人过小康生活。 如果自己跟着马大爷过日子,就能够衣食无忧。 丁阿姨离异后一直租房居住,他的退休金只有一千多块钱,日子过得非常艰苦。 丁阿姨觉得,马大爷不仅有房还有退休金,就能够吃喝不愁。 何况,马大爷答应丁阿姨,再婚后就会让他在自己的房子里住到中老。 这样就解决了丁阿姨万年无房的困境。 所以,哪怕马大爷比自己大20岁,丁阿姨也心甘情愿。 马大爷是个豪爽的男人,他自从和丁阿姨再婚后,就将自己的退休金存折交到了丁阿姨手里。 让丁阿姨非常感动。 既然马大爷对自己如此的真心实意,丁阿姨自然就加倍地回报。 他不仅将骂大爷照顾得很好,还经常邀请祭子一家三口来家里吃饭。 每次祭子携家带口钱来,丁阿姨都会背上一大桌子的好酒好菜,让他们大快朵一。 祭子一家三口吃饱喝足,临走之前,丁阿姨还会将自己亲手炸的肉圆的食品, 给祭子装上一大袋子,让他们带回去慢慢吃。 丁阿姨的热情深深地感染了祭子小两口,和丁阿姨相处得非常和睦。 丁阿姨虽然没啥文化,却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女人。 他看出来马大爷一家人都是好人,憨厚朴实的他们绝对不会坑了自己。 所以他打算这辈子就和马大爷好好过日子,还要对祭子格外的好。 这样,两人双双不能动之后,还可以由妓子照顾自己和老伴。 马大爷虽然将退休金全部交给丁阿姨管理,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就吃了亏。 马大爷算了一笔账,如果雇保姆照顾自己,他的退休金根本不够花。 如果去养老院养老,不仅钱花晚了,还没有家里住的叔父。 如今,他只不过付出了5000块钱的退休金,就能够留在家里养老, 并且得到了丁阿姨精心的照顾和陪伴。 马大爷对如今的生活无比满足,觉得要选择再婚养老的这部棋太正确,才收获了今天这样的好日子。 总而言之,以上三种新型的养老方式各有各的好处,这样老人也拥有了更多的选择。 而子女在赡养老人时,也要着重考虑老人的意愿,让老人能够安享幸福平静的晚年生活。 希望每一个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,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,积极向上的心态,做一个随性洒脱的老人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,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。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糖哦,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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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